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上禮拜沒有完成的這個Ditto的剪貼布加強 那麼剛剛呢大家已經解決了我們上禮拜不能執行的問題 那麼你現在執行其實它本來就免安裝 那剛剛我跟大家介紹一下它的快速鍵 Control加上這個毛毛蟲這樣就跑出來了對不對 那我們先看一下為什麼要特別跟大家介紹 因為我問一下各位你有沒有想過剪貼布好不好用 不會讓你剪貼布好不好用 你打從娘胎就沒比較過啊 你有特別比較過不同座位系統甚至你的手機剪貼布 你不覺得都很笨嗎 永遠都只記住一次啊 你怎麼打都打不開啊 每次剪完了啊糟糕那還要用 你就要再回去找原來的網頁或文件 是不是再來一次 那你有什麼東西會經過剪貼布 第一個文字 第二個呢圖片 第三個還有什麼 檔案會不會 對吧我們主要就這幾個對吧 那你看我如果把這個複製一下 還記得123嗎 好然後來這邊複製一下 各位應該知道我現在剪貼布裡面最後剩下誰 就是這張圖片對不對 可是呢你不要難過 因為我這樣一打開 你有沒有發現我剛剛的都在 你知道嗎下次開機還會在 這樣子是不是就相對比較方便 各位你不要忘記 剪貼布也是很好用的 資料啊對不對 那除了這些之外 比如說我今天來摳個檔案 那像我在這裡 好我們這邊 如果你要摳我們剛剛那個 好這個好了 好我就把它複製一下 這樣當然我在裡面就是剩下這裡 你看一下 有沒有file 所以只要你這檔案還在原來的位置 你不用再打開它 你就直接貼上去就好 好那我給各位看看這裡 我如果這邊我開那個office的 office 好這裡有2013的 那網頁的部分呢我們順便看一下 我把幾個大家比較可能會有的 平常就會有一些困擾的 就是跟剪貼布這邊有困擾的 我們一併把這幾個問題提出來 那你來看看說用它來解決 會不會比較方便一點 好那麼我們看一下生活的 哇 你看到這個就吃不下去 哈哈哈哈 好 欸 好吧 不知道找什麼 好吧 就這樣好了 來你看 如果我是這樣子複製這個內容 請問如果你拿到office裡面 一個空白的文件貼進去 格式會不會帶進去 會 對不對 那你在office你可能說 我在這邊我貼上的時候 好像有一個選擇嘛 對吧 那萬一你沒有選 比如說我這樣一貼進來 我沒有在這邊 第四沒有選擇 我就繼續往下走了 請問這裡還回得去嗎 就是你就只能有這個樣式是不是就進來了 有時候你這樣貼 有時候要清就很麻煩 對不對 所以你們以前應該有用過一個功能 就做這個 這個啊 拿到祭司裡面 祭司本裡面 汆燙過濾一下 再複製一下 再拿進來 有沒有用過這種 幹過這種事情 聽說這樣烹飪一下會比較 哈哈哈哈 好一點 因為office有提供這個功能 可是比如說你在寫mail 像你在那個 那個什麼 微軟的outlook裡面也好啊 或者你現在用線上的 比如說gmail啦 寫信是不是就沒有這種功能 那你一貼過來 哇 格式又亂掉了 那這樣就很麻煩 那其實呢 我們這些用低頭都可以解決 今天 我要剛剛那張圖片 不用再回去找他了 我點兩下而已 有沒有來了 這樣可以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剛剛那段文字對不對 是不是這一段 按右鍵 你看一下 這裡 我按右鍵了 有沒有特別貼上 spatial paste 法律spatial 有沒有純文字 我就直接來這邊貼上 有沒有就只有文字進來 就不用再去過濾汤 這樣了解嗎 那你應該就發現了 原來我這樣子玩 是不是很方便 你下次開機我會在啊 對不對 那還有一個情形 萬一 因為我們現在這些內容 一定會 逐漸的被枉下擠吧 那我可以先問一下大家 你覺得剪貼部應該幫你記多少個比較 那上面不是寫200嗎 什麼 按右鍵 選項 你眼睛哪來 那你剛登的後面有 真的喔 我只有100 100 不是你的講義裡面剛剛寫200啊 沒有吧 應該沒有 我跟你講 你可以加一個零也可以 哈哈哈哈 你再加兩個零也可以 但是兩個零可能 你那個卷軸會非常長 哈哈哈哈 所以 預設這邊 現在是用100對不對 如果超過100 他就把你最舊的那個清掉 這樣了解嗎 所以你自己可以決定 那這個軟體其實 會建議各位 你回去唯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這個地方勾起來 因為應該是你開機之後 是不是要把你自動執行 把你記錄 你不是等到想到再來打開 那就來不及了嘛 他就沒有把你記錄下來了 所以你唯一回去要做的就是這個 那因為都有中文語氣 所以對各位來說 沒有什麼太大困擾 好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今天如果覺得真的不夠的 你可以再把它改 好那現在呢 就遇到第二個問題囉 欸既然我們剪貼部這些 這些內容 會不會不斷往下擠嗎 可是 你有沒有可能某些 欸比如說我最近在辦一個活動 最近在寫一個報告 就某些字 某些圖片 常常用到 有嘛 這蠻高的機會對不對 或某些檔案 這個時候你可以叫他 你不要幫我自動清掉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 當你到達100個之後 那第一個這個就會被清掉 就會被清掉 所以呢 你可以來這邊告訴他 欸這張圖我最近比較常用 你按右邊 有沒有一個叫快速屬性 永不自動刪除 有看到了齁 好 有沒有發現 打了一顆星星 這樣他就知道這個 不要隨便亂三 好 但是 這樣可能還不夠 蛤 這樣還不夠 因為呢 欸各位這樣也會123的嘛 知道多按哪一個嗎 欸 好 這個 哇這個不是 這個 你們有時候會遇到這種就是 它其實 不是圖片顯示在這邊 它是用所謂網頁語法顯示出來 所以你按右鍵會沒有 有沒有 現在很多圖片是這樣子齁 好 那這邊 我再順便把這個 複製起來 複製起來 好 那因為我現在複製比較多的 你有沒有發現他還是往下擠 你如果很多還是會比較下面 雖然他不自動刪 所以你可以再加一個 告訴他 沒有你把它放在上面 有沒有看到這裡 黏貼在最上面 這樣子 不管我複製多少 不管我複製多少內容 你有沒有發現他永遠都在最上面 這個時候圖有沒有 這個變了 剛剛是不是信號 現在就換了 這樣瞭解嗎 所以你可以把 不是只有一個喔 你可以有多個 因為有時候你常常 需要比較常用到某些嘛 那就可以像這樣 這樣有沒有比較容易 有 好 那還有一個問題 平常我們社群網站 不是打人家就跳出來嗎 你天下事 你可以問Google 可以問Yahoo 但是 自己家裡面的事要問誰 你的剪貼簿 你有用過很多啊 剪貼過 現在他有幫你記錄下來很多 之後 家裡的事就要問這個吧 什麼意思 來 這裡 比如說我們剛剛那裡 有一個75歲 喔 我看到了 我打了關鍵字 有沒有發現 搜尋引擎可以找 你們家剪貼簿 你都沒想過 你要找找找 有些你剪過的 你忘記了啊 對不對 對 尤其你記一千個 記一萬個 你有辦法每個都有記住嗎 他幫你記住了 那就提供搜尋引擎 有沒有比較簡單 老師 他會搜一百個而已 還是他不會連全部都 就看你記幾個 如果超過 假設我現在超過一百個 那這裡面他就只找那一百個 對嗎 得得得得 你真的要求他 永遠都記住嗎 哈哈哈哈 永遠都記住 有時候也不太好嘛 哈哈 這樣有沒有了解 所以 檢驗簿還不錯吧 那當然其實還有一種情形是 萬一你選了這個內容 有錯 你看喔 如果有時候我們是這樣 我在找這個資料的時候 找這個資料的時候呢 欸糟糕 這一串我雖然複製起來 可是裡面其實有 我不需要的 如果我這樣直接複製了 你是每次貼出來都要重新再怎麼樣 重新再 是不是要把它重新再 你這樣貼出來 是不是再把 你不要部分再把它刪掉 啊你這樣不會累嗎 他廣告都問你這樣會累嗎 你今天好像沒有喝滿牛喔 哈哈哈哈 這樣有廣告嫌疑 來其實啊 剪貼簿的內容是可以編輯的 你可以在這上面按右邊 有沒有一個叫做編輯剪貼 你就可以把你的 你覺得哎呀 糟糕 不小心這我剛剛多摳了 我把它刪掉 存起來 這樣子呢 你的剪貼簿的內容 下次弄出來都是正確的 這樣了解那個概念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 我一定要介紹給大家認識了吧 因為你不認識他 可惜啊 還給你 所以我們剛把 大部分大家 會需要什麼 可能會遇到情境 大部分都跟各位講了 那你就會發現 真的很簡單 其實 你只不過執行他耶 記得 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讓他開機的時候執行 唯一的動作就是讓他開機的時候執行 那接下來其實 使用的方法都跟你原本的剪貼簿不一樣 只不過多一個小幫手 在那裡 那你記得 有的看不到他的 Ctrl加那個毛毛蟲 Ctrl加毛毛蟲 就可以叫出來